在上期中 父亲阮先生坚称 儿子小阮如今沉迷网游 有一个过程 完全是母亲一手宠出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面临高考 为何母亲要帮着儿子 一起盯着丈夫 把电脑拿回来呢 这其中是否有着 什么特殊的理由呢 儿子既然已经沉迷网游 怎么妻子还会瞒着丈夫 偷偷选择网络包年呢 他到底为何会这么做呢 老婆怎么盯着你 你只把他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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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盯着我 妈妈的了 你盯着你 你盯着你 我只是把他盯着我 你要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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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会不会第一次 Vamp Espera 拿 rejoiced 来到了 拉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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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飞飞飞飞 电脑的时候,每个人的电脑看到你这么厉害,两个人就拿回来,再拿回来,再拿回来 我最问的,会在各个人的电脑看起来,你一定要被那位来呢? 一般我家人的电脑看起来,你怎么拿回来呢? 你必须要放松放松的意思 那么我一个人的电脑是要好好地拿回来 你必须要好好地拿回来 那么也好好地拿回来 这是你最后的 嗯,就能为了一位好久就是了吗? 日落有条件就能说 保证已经有条件 没有人啊,小学 不要人呢,有没有人好久就是没有人 我现在可以像过中文片都要找到一个人的 就是电脑顶门随即开女郎的意思 我还希望不易上忙,这个人有什么 但我现在都想要不要再说了,千万年你刚才很想要不要再说了 儿子为何会屡次说出这样 但有威胁性的话呢 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还是父亲为了阻止他沉迷网游 做出了什么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呢 我看你了 一刚感写恐吓性的话 他做过什么事情没有 怎么做过 第一 这个心情会有什么样的 别说你还没有看到 什么形成法 是什么形成法 那个形成法 这个形成法 这个形成法 是对啊 我觉得我如果这个 这个形成法 我是吃饭了 是对啊 我如果说这个形成法 开始争论 我如果这个能够 我如果想 从阮先生夫妇的言语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是真的相信儿子 可能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那么让他们有此担心的理由是什么呢 难道曾经儿子小阮真的做出过什么 令人无法想象的过激举动吗 因为能搬一钢标当地脑的 不过来我都怪阿灯 以为的鬼是阿灯 阿灯发脾气了 跟我们从阿灯发脾气了 阿灯发脾气了 阿灯发脾气了 就是说脾气了 讲得过来动了一个 这什么我都得脾气了 我都得脾气了 这种脾气没错了 他又被脾气了 这个是韩令到华人 所以我一直在做菜 所以你念念嘛 念嘛 我想想这念我去念到的 到四个刀和四个刀就这个 结果出来了 这我去的就念一了 公企家没在那里的态度 老做个态度是没用的 我没空别的感觉都行的 一人我想给警方思了 我想有个态度是吗 好 一人是安女的态度 对吧 一家干嘛 那这家的态度是 一人不能干嘛 别人干嘛 别人可以干嘛 别人可以干嘛 对吧 一家根本的态度是 态度是要快要不要 快要快要 你这家的态度 一家的态度 一家的态度 那我哭门啊 根本我到了高道里 到了高道里 不是两家心理主席 两家心理主席 是高道里 不是大牛骨骑吗 根本你干嘛 不是高道里 还有啊 还有手去 手去的那家 是这个 这个农官的一只 一个是一个 一个鬼是搞好 他就过激到最严重什么程度 有没有什么动过刀啊 或者其他的 干嘛 动过刀是什么的 这到底人关于 我爸爸才来 我爸爸考虑过来 跟他干嘛 这个妈妈说吓人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那爸爸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在儿子面前 没有什么权威可以 对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儿子在 把你推到地上 跟你讲什么 我要怎么怎么样 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作为一个爸爸 我被推了 要跟他吃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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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妈 什么考虑 然后 养到跟你说 倒霉 中奖 中奖 你干嘛 才别中奖 他中奖 中奖 谈到儿子沉迷 网游拒绝与自己沟通一事 父亲显然十分苦闷 与此同时 我们的心里 也有一个疑问 难道儿子小阮 真的就只有玩网游 一个爱好吗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活动 能够分散他 对于网络游戏的沉迷吗 我怎么问妈妈 能跟你自己 就倒霉的为止 能够到霉 他有什么其他爱好没有 除了网游以外 我从霉的会认识 就最久有意味 霉的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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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篮球都少了 还是说因为 还是因为大学历 你不知道 暑假又太热 所以你看不到 你确定吗 你一直在这边 我刚才说 我只闻得对你 他就闻得对你了 有关我 你不断说 你闻得对你 他不是这个问题 肯定了 挑不足 对 你这个问题 怎么这么做 对你了 有关系 有关系 我说一说 对你去 但是不了解 对你 管理と 社交怎么样 跟朋友关系好不好 好朋友多不多 说到现在 关键人物儿子小阮的想法 我们始终还不清楚 到底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一再沉迷网络游戏 是否有着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为了了解小阮本人的想法 我们也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 喂 你好 小阮吗 你好 我这边上海电视台 新老娘舅 我是杨磊 你的父母现在在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有几个问题 想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我现在没空 小阮 你现在在家里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在放暑假吧 我现在没空 干嘛呀 没空 有 没把坑这个要听 面对我们的电话采访 没说几句的小阮很快挂断了电话 面对这样的情况 阮先生和妻子的脸色 也一下子凝重起来 他知道你们今天来这里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 没跟他讲过 没跟他讲过 所以你觉得他要 哪能讲到爸爸 我也亏一提 我说他爸爸 米菜马上就凝重起来了 我吃肯定也要 吃了肯定也要 也要长草了呀 就跟刚刚 要吃变 吃变 妈妈觉得会怎么样 这肯定要长草了呀 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吃变 我只能干 他吃 他都为了 为了家里弄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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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根本一样刚来 为了能够了解 小软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们还是再次拨通了 他的电话 这次关键人物小软 会接电话吗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怕上火 更多人喝家多宝 中国 美卖十罐凉茶 七罐家多宝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 喝家多宝 我订的书到了吗 还没到 这个 我说了还没到 明天再来试试吧 要听见我在你 登福 纵上丝滑 新的秋季菜单 有二十四款新品哦 后切牛肉披萨 口口满足 芝士菊海鲜 鲜美香浓 新风味炎烤 像牛排菊饭 更有冰沙 奶茶 二十四款惊喜 尽在必胜课秋季菜单 比比诺透机 我们要更多 更水痰 更饱满 全新特认比比霜 来自美宝莲 纽约 胶原蛋白 水痰力气 不止发酵合一 肌肤更水痰 更饱满 命运是胶原蛋白 让肌肤保湿索水 水痰脑妆 一直跟着我 全新美宝莲特认比比霜 全国热买比比 愧疚更多 我们是VB corazón 我愿意把幽衣类型 下包到来 沙 Dad 我都挺好的 我这个问题 就南南要吃了吃肉 因为我们现在 故来松霖 我松霖就不吃了 五地销贵头 行动打死 美女硕士热力登场 引得重男嘉宾 鸟转身 顷刻间引爆全场激情 儒雅的金融男 优质的海归男 还是艺术品投资顾问 最终谁能和他牵手 敬请收看 相约星期六 买肯德基喵小奇套餐 把超级盟友带回家 手机订餐 天天优惠 康师傅经典奶茶 今天逝选的大叶种红茶 融入新西兰奶源 多完美的浓成美味 热饮更香浓 康师傅经典奶茶 眼光味好酸啊 牙齿受不了 来 易达 小包装 可爱呀 大叔 是师傅 那要看你能教我什么 易达 关爱牙齿 吃碗喝碗叫易达 新老娘旧节目 幕后大揭秘 碰天果 它设计好的 我说拜拜 我谢谢您 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这绝对是真的 这是来自其从的声音 有多少酸甜苦辣 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们拿那个我这个画图 当手榴弹 扔过去 那个人接着那个手榴弹 当狼头 抄那个人的头 除了这个 易达零俗高 玉米感吃 敬请收看 老娘旧的幕后戏 新老娘旧篇 上集 关键人物 儿子又会有何说法 你有几个问题 想跟你沟通一下 好不好 我现在没空 我妈妈 别再帮我 我最后说一遍 老娘旧蔚蓝 又有何妙招 养到这么大了 怎么会 不争财不争传 就为这个电脑的事 为这个网络的事 在这里弄 弄得那个怨气也这么大 是吧 家庭不合 儿子要玩游戏 就把我赶出门 下集正在播出 欢迎继续回来收看 新浪娘旧 如果您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 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为了能够了解 儿子小软的真实想法 更好地为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再次拨通了 小软的电话 为了缓和小软的情绪 我们让妈妈 先与她沟通 小软依旧怒气冲天地说了句 别再烦我 便挂断了电话 面对这样的情况 观众老娘旧 也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学期 我也是很迷茫的 那个时候我八门考试 我挂了四门 然后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 就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 你考试对吧 一定要考得好一点 至少得过了 是吧 我们不邀请你美门拿优 但你至少得过 你大学至少 你教室里学出点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至少 我现在我已经快大三了 我升大三 但是我现在所有的 至少补考重修 全部都重修过了 基点也都还可以 然后我每一周都会出去做坚持 就是基本上是不会待在家里的 就是尽量跟外面接触 我觉得作为一个21岁的 20岁21岁的男孩子 至少应该担当起家庭里面 主要的责任了 因为马上 他就是这个家庭的接班人 我觉得 他不是有套 你们不是还有套房子吗 你现在可以把它给赶出去 你说 那你如果说 你下学期不想上课了 那你就不上了 我把这些钱给你 接下来我一分钱都不给你 你自己去想 怎么养活自己 我已经 我已经不用再负责 抚养你的责任了 你从同龄人的角度 你可以理解 这个男孩子的一些想法吗 我可以理解 因为首先 我自己说说身边的男生好了 我觉得100个男生里面 有99个男生是打游戏的 是不可能不玩的 因为你这毕竟 肯定是个调节心情的方式 但打14个小时 打通宵 打一整天的 我觉得 可能99个男生里面 就这么一两个是 我觉得 一个男生 可以打游戏 这的确是调节心情 但是 不是玩游戏的一个借口 你玩游戏可以 但是你玩14个小时 就绝对不是调节心情 这绝对就是放松自己 这是在堕落 这爸爸是恨铁不成钢 可是你们从小 对孩子管理方式 就不大好 没有抓住孩子的重点 你知道吗 给孩子一些特别的 妈妈又给孩子一些 特别多的关心 对孩子特别疼爱 都是一个儿子 特别溺爱 都是一个儿子 你知道吗 都是恨不他 好好讲 从物质上 从生活上 给他关心的太多了 让他自己没有生活能力 爸爸呢 就是想让儿子 让一样听从你的安排 听从你的教导 你把他的路都给他铺好 让他按照你的路走 可是孩子 你真正没有了解 儿子的心情 儿子 儿子心里想想什么 你没有真正的理解到 我建议爸爸 跟儿子 放下爸爸的身份 跟儿子做 同学 或者同事 同辈人 这样进行交流 了解孩子的内心 到底想什么 要干什么 就在观众老娘舅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 老娘舅蔚蓝 也将母亲带进了密室 她到底有什么话 想说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到你了 真心话 你的身材有料吗 都是牛奶巧克力哦 还有花生 她脑子进花生了 M&M's 谁让你是巧克力 我们远当冒险 选洗发水的理由 一个不够 我给你五个 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 微消云精华 解决五大受损 绣发重现强韧柔亮 五大受损 一个对策 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 杨兰姐 都准备好了 好 牙齐出血了 有 牙齐有问题 可不要小看 试试新高禄结360 着效护盈 你看啊 它能减少牙齐线周围的细菌 经测试验证 能有效减少牙齐出血和红肿 三周起效 真的有用吗 看 没血吧 我马上去试试 新高禄结360 着效护盈 减少牙齐出血和红肿 美女硕士热力登场 引得众男嘉宾 鸟转身 顷刻间引爆全场激情 儒雅的金融男 优质的海归男 还是艺术品投资顾问 最终谁能和他牵手 敬请收看 相约星期六 中国 上海 上海马戏城 每晚19点30分 一台超级多媒体梦幻剧 ERA时空之旅 完美演出八周年 盛典不衰 国庆黄金周 10月2日至10月5日 每天下午2点 家演一场 购票热键 6652-2395 家乐农汤堡 严选优质好鸡 带来美味汤冻 融化成农醇高汤 渗入上汤娃娃菜 让它鲜美入味 农汤堡 让上汤菜 更鲜美入味 试试干嘛 补瓶瓷药 让它光滑洁白 你的牙又也不平滑 牙字藏在那儿 不容易刷白 全新中华瓷感白 微敏级美白因子 牙齿表面更敢光滑洁白 绽放瓷感白 中华瓷感白 好奇紧妖枯说我的 约会爸爸 妈妈送给你 好奇金装纸妖裤 怎么多么多舒服 享受甜蜜约会 还有好奇银装 干爽舒适哦 好奇紧妖枯说我的 约会爸爸 妈妈送给你 好奇金装纸妖裤 怎么多么多舒服 享受甜蜜约会 还有好奇银装 干爽舒适哦 家常里头美无仇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不管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矛盾 请不打 我来新老娘舅 怎么做你心底部 6248-0569 5870-2626 0222701 627001 我们将尽心经历 为您排油解难 我们为您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关爱他人 共建和谐 面对这样的状况 老娘就未来 有何妙招 其实你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溺爱孩子 把孩子呢 就是误导 你知道吧 给他弄到这个 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就想问你 你对儿子 除了这个 给他吃喝 让他玩电脑之外 你还了解他 其他的思想情况吧 你比方说 他跟同学相处怎么样啊 他有没有异性朋友啊 他想不想交异性朋友啊 老婆我到我忙得比较少 对吧 因为什么呢 你这孩子就是一个 网络孩子 电脑孩子 其实他如果将来谈恋爱 结婚可能就是跟电脑 这样电脑的 网络的事情 你也知道的 很多也是血淋淋的 所以你还没有正常的 电脑和生活和学习 三位一体 没有 我想问你 能不能跟丈夫坐下来 静下心来 商量商量怎么办 怎么来亡羊不老 你有想法吧 因为我觉得你的问题蛮多的 爸爸刚要 他方法是不对的 我承认的 但是他要想救这孩子 或者现在有行动 刚刚要动 你这旁边这个 拉拽 我觉得这不会拉两年 发生肢体冲场去的 可以不发生 比方说 爸爸很激怒的时候 对吧 你这个时候 要让孩子知道 你们两个 你们两口子是一致的 但你跟孩子 留着什么空闲呢 给他想法呢 妈妈向着我 爸爸就不行 这个从小到大 慢慢慢慢的思想 就觉得 你跟他是一伙的 跟他爸爸是对立的 你知道吧 你应该就是说 让他时刻知道 你跟他爸爸是一伙的 在密室中 蔚兰老师反复跟母亲强调了 不能再溺爱偏袒儿子 对此 母亲似乎也表示赞同 那么回到调节场上后 老娘就蔚兰 又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呢 被养到这么大了 怎么会 怎么会是你家里 不争财不争传 就为这个电脑的事 为这个网络的事 在这里弄 弄得那个欧气 也这么大 是吧 家庭不合 你们家养个什么 养个祖宗啊 养祖宗没这样养的 我告诉你们 真的 对吧 我们看那电影 刺激太厚 够凶的了吧 够残的了吧 够不尊重人的了吧 他二百个菜也得拿来 尝一尝才说 下膳 他并不是拿来的 都给我滚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这样 你看你们拿给你们逼的 不是逼的 活该 我说你这样 假如不走在这一步 那倒是不正常了 我现在提这个 几点看法 供你们二位参考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 真的是我几乎是没有遇到过 因为我们这个 朋友的孩子呢 都像我一样的 我们是属于那种 半放养状态的 一半给社会 一半给自己 不像你们这个 天天就拴在腰上 挂在脖子上 结果弄成孩子 这么一个不讲道理 不懂道理 不明事理 这么一个孩子 首先我觉得那个 妈妈的问题在哪 妈妈的问题在于 爸爸有行动了 想管了 想改了 刚刚想拿出点威严来 把这事给他断了 妈妈出生了 这个出生呢 有严重的倾向性 让孩子感觉到 21年来感觉到 妈妈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跟妈妈是一伙的 所以他敢于 对爸爸 这个说无理的话 卡他脖子 给他赶出房间 等等等等 这个咱们都 从伦理上来讲 都不通的 一定要知道 爷爷是谁 爸爸是谁 儿子的儿子 爸爸的爸爸 这个关系 说起来很简单 那这里边 这个道理多 人都跟你讲 中国人就讲究这个 尤其中国人 比如咱们的 在海外 所有跟我们 有血统的 这个中国人 全都讲究这个 上上下下 夫妇子子 老老少少 都讲了这个 你们家恰好 没这个 另外你们要找找原因 为什么咱们孩子 变成这样了 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他心里想什么 网络世界 网络语言 网络的人物关系 那是虚拟的 你们现实生活当中 能不能给他 灌输点生活的元素进去 我觉得这个母亲 根本就没考虑 父亲也考虑不周 这方面差的蛮多的 你比方那给他喂吃 喂喝 给他来来 衣服就穿上 一般来讲 你是为什么 你这么溺爱他 这么面面周到 事无巨细 你想让你儿子 通过这样的溺爱 达到什么目的 你要得到什么 这个我觉得 你也没考虑 就出一个 老母鸡对小母鸡的爱 母亲对儿子的爱 把那种血缘关系的 这么一种 没想到将来 一会将来 他结婚怎么办 生孩子怎么办 他网络里面上了当了 找了一个女的 有大学生啊 南京的吗 谈了七八年了 骗了几十万 结果后来报案了 不行了 结果那个女的是 看厕所的 略四十多岁了 四十七岁的老太婆 长得七丑无比 这个男的都快疯了 你知道吧 我现在呢 就要求你们什么啊 这个阮先生和小巫女士 第一 你们两个要 统一思想 统一口径 统一行动 你们俩必须要拧成 一股绳 两个人 拉 现在你们三个 都在悬崖峭壁上 都快滚下去了 爸爸有所觉悟 他一个人拉不过来 你们俩 拽不动你俩 你俩必须要同心协力 你们俩在 抓儿子 在救儿子 节目的最后 蔚兰老师 对于小软父母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由于关键人物小软 始终没有与我们正面交流 他们一家的情况 也一直让我们记挂在心 于是 节目录制结束几天后 我们也再次联络到了 小软父母 决定上门了解情况 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我们准备出发时 却意外接到了 小软父亲方面的电话 再一次主动来到 我们调解现场的 阮先生表示 为了不想再次造成 儿子的情绪波动 他不愿再次正面面对镜头 但从他的口中 我们得知 儿子现在的情况 已经有所好转 节目最后 卫兰老师也再次面对镜头 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话 当然我们从爸爸的口中 知道孩子有好转了 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以后 对于阮先生 为这样的爸爸妈妈 我们应该汲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不要一味地埋怨 也不能一味地迁就和溺爱 我是这样想的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